由台湾港务公司攜手台电、台英风电、中钢等六间公司 合资成立的台湾风能训练公司 6号上午举行街爬仪式 交通部长林佳龙和多位离岸风电产业舰贵宾 也一起出席见证 部长表示风训公司可以说是一个跨国的台湾队 未来可以在离岸风电上打世界杯 不只是对台湾的能源未来转型相当重要 尤其解决空无问题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请接牌 交通部长林佳龙与多位贵宾一同接牌 宣告风能训练中心正式启用 由台湾港务公司攜手台电、台英风电、中钢等六间公司 合资成立的台湾风能训练公司 6号上午举行接牌仪式 在全世界前15大的离岸风电的风场里面 我们就占了7个 而且都主要集中在中部 台中港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商港 整个周边的产业关联性 所有的公共基础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备 所以我们组成的这个台湾风训中心 是一个跨国的台湾队 我们可以未来在离岸风电上面打世界杯 不是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取证的过程 就是它在这边上完课我们最后一天会有一个考照 然后就考照完之后我们就直接网路发证 因为我们这个是受到GW认证的训练组织 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公司的名字 直接帮它登录直接发证 那这个是目前台湾第一家 风训公司为国内第一家取得国际风能组织的训练机构 重金打造21米高度宽8米的训练高塔 以及6米深的训练池可以模拟风场各式真实的环境 引进国际风能组织标准课程 提供风电产业人才的在地训练 我们的风训公司 取得数借风能组织 第一家专案授权的信念机构 这在所有的离岸风电是一个重要的移程碑 也是历史上的一刻 台湾在发展你们的5.5GW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英国非常愿意支持你们的 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部长表示 风训公司可说是一个跨国的台湾队 未来可以在离岸风电上打世界杯 不只是对台湾的能源未来转型很重要 尤其解决空温问题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其他地方政府以更高的行政效率 发挥伙伴关系 一起来建设 既然中环台中常报道 我们上红柜层啊 中环台中常委 noises 中国白则